我母亲常看到我在家里戏毒的时候 她会跪下来求我戒毒 这些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命 我在16岁就开始了 吸食海螺鹰 我足足被她捆绑了二十几年 那么有一天我还记得 长官告诉我说 你父亲病得好重 你要去看他吗 那是我父亲的癌症末期 我全身都是围绕着那些铁链 这样一拖一拐地去到医院 其实我心里在恳求我父亲的原谅之外 我也知道这次我去到医院看他的时候 是我看他的最后一面 我看完他之后呢 我回到监狱里面 我就想了好多东西 原来我生命可以被改变的 因为我认识了一位上帝 因为我感觉到什么是平安 什么是喜乐